近日,过去歌手区晚情 就是那个吸毒歌手李戴墨唱红的《我的歌声里的原唱》 他后来还给李戴墨发了律师函,不允许他再唱这首歌 发了一条勒伯,引发了众多汪流吐槽 原来,这位崔小姐又就是重启,来给他妈妈张明杰叫去了 不过,由于去晚情关闭了评论功能 网友们只能转发书发心中的真实想法 最后,去晚情上了另外一个社交平台 表示,面对一些无日的血口 一甩头,BYE 对此,小编和众多网友们一样只想呵呵 你的母亲侵吞了国家3.5个亿资产 导致无数个家庭失业 生活距离破碎 血肉的代价培养了你在音乐上的残囊 你在国外有我的生活 这么心痛不如先回来探望一下 你母亲好吗 可别只会再现于尽象 无知的血口到底说的是谁 张明杰和许人 两年前,湖南卫视一部神剧 人民的名义大火 古兴扮演的高小琴 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蛇蝎美人 事实上,她的原型正是屈晚亭的母亲张明杰 只不过张明杰比高小琴更有手段 心也更狠 陆马贤曾是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 是城镇化电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09年开始 她主管哈尔滨市原种法治厂的改制项目 这个原种厂最开始停定为副资产 现在2000多万 资产1700多万 随后,张明杰和一家东江科技公司相互勾结 让东江公司仅用6160万 把整个原种厂大包买走了 对外竞标的时候 说的是支卖场不卖地 但是东江竞标成功后 做合同时 张明杰悄悄把国有土地使用权 这条野家进去了 玩了一手爱度陈仓 这样 东江公司就获得了包括1700万队员中厂 和23D的土地使用权 剧情是不是有些熟悉 没错 这起案件正是人民的名义中 大风场的原型 高晓晴和定义真观商购结 仅用了几千万就收购了大风场 目的是拿到大风场价值失忆的地皮 在张明杰的案子里 后来 东江公司又把23亿的土地使用权 卖给了房地产企业先发事业 请注意 这两家的老板是同一个人 叫卫奇 张明杰的亲哥哥张明哲和外甥 张瑜就在这家公司上班 张明杰的哥哥还是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出售之后 哈尔滨白职场开始赶制 解散了大量员工 虽说高晓晴和张明杰都贪 但张明杰不仅贪 还坏得很 通过张明杰的操作 这公安置款 转入受让风东将公司实际控制 后转挪用了一千一百多万的安置费 直接倒置五百六十六名员工下岗 没有收入 没有安置费 也没有三线一间 更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 这些被遣散的员工 就这样被抛弃在哈尔滨地冰天雪地 东北的冬天 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寒冷 据此前 的报道 原种厂原本有自己的锅炉房 给职工宿舍去供卵 2009年改制之后 锅炉房废弃 职工们买不起蜂窝煤 在每年一月 平均最低气温零下24摄氏度的哈尔滨 只得以烧碎梅度日 自来水管在低温下纷纷冻裂 家里有老人孩子的 只好投亲靠友 在这样的困境之下 有员工甚至上吊自杀 事实上 这个单位本身待遇就差 每个月都有工作人员因为没钱看病而病死 而张明杰就是从每个普通家庭的血汗钱身上 榨干了老百姓的最后一滴血 后来 先把志愿在这块地皮上建楼盘 建到一半就烂尾了 而后 张明杰联合为其 王少玉一起 隐瞒了这块土地已经出让的事实 而且三个人约好了利益平凡 可能是怕黑是黑吧 骗了将近3.5亿的中地款 2014年7月至9月 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黑龙江省进行巡视 张明杰被白职场员工举报 之后 张明杰与王少玉被查处审理 为其逃亡美国 在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中 张明杰被控设询贪污 受贿 滥用职权 涉案金额近3.5亿元人民币 据《新京报》报道 检方以张犯罪金额特别巨大 据不认罪为由 建议判处其死刑 不过 张明杰可没有认罪 他的律师为其做的是无罪辩护 认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是手续不犯问题 国有土地使用权界定模糊 因此不涉及办罪 并以涉嫌采取非法手段取证为由 要求把庭室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堂市诉讼法 修正案把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裁定被告无罪 庭审进行了约10小时 双方陈述和当听辩论后休停 并将择期宣判 直至今日 对此 当时有媒体员赢了一位律师的公典 若是认罪 就要退赢 但还有个死缓的机会 但这家人可能是喝出去了 也要饱 住钱 几天后 有人在新浪微博上命名爆料 截破将民警与去婉婷的母女关系 引起了网友们的广大关注 孝顺女儿 在县云锦校区婉婷十六岁附加拿大留学 在此前的报道中 她曾表示 曾经差点和妈妈断绝关系 因为小时候张明杰逼着她学钢琴 长大了 又逼着她学商科 大两个人关系在上 张明杰还是为其支付着昂贵的生活费和学费 屈婉婷就读的是胜利家学院 是加拿大最大的功率高等教育学院 一年学费高达15万元 因为不喜欢上科 屈婉婷当时也一直在做自己的音乐 而当时张明杰每个月的工资 不过数千元 后来母女关系和缓后 屈婉婷来哈尔滨开演唱会 那和票房卡大 为了帮女儿证面子 张明杰还请开发生了为女儿的一部分演唱会票房买单 屈婉婷从小接受精英教育 去了加拿大后 更是住别墅 开豪车 嗨 有妈妈为了自己的面子善后 但那些小港的工人 却连每天的屈婉吃饭都成问题 屈婉婷真的没思考过这些钱从哪里来吗 恐怕未必 她曾在一次小报的采访中透露 妈妈是自己童年时的英雄 她是一个勤奋的人 她给了我能得到的最好生活 不管她是如何得到 此时恰好是张明杰被捕后不久 本来这次采访 并没有涉及她妈妈 使她主动提出来 又加了最后一句 就差名言 我妈这么勤奋的贪污 都是为了让我过上好的生活 我不管她怎么赚的 总之我花得特别开心 不过 躲在英雄母亲身后 屈婉婷却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赶给妈妈 2014年夏天开始 就有人募集区 婉婷跟她的加拿大市长男友罗品县 这位市长特别爱说 自己是白球恩后裔 因此 拉到了很多华人选票 实际上两人的亲戚关系 八杆子打不着了 在甜蜜约会了 此时 正好是张明杰被带走的时间 此后半年里 基本就是罗品县各种站台 去婉婷各种邀行 终极目的 就是11月的市长选举 插一句 当时这位市长男友还没有离婚 因此两人被拍到后 罗品县或速发声明 说自己跟原配已经分手 正在走离婚程序 两人地下列了半年 2015年1月公开了 三个月后 有人将去婉婷和他妈妈的关系曝光 吃瓜群众吃惊的瓜都掉了 还有人逃股去婉婷的微博发现 在他妈妈被带走的大半年里 去旨在2014年11月的时候 发过一次想妈妈 但是后面配了自己的新歌宣传 事实上 人家根本也没为这层关系感到担忧 只不过 在外媒发表了相